刚才他就已经有些后悔了 因为林凡直接请动了两个大家族 而且还是牡丹省的大家族的族长亲自来这 这就说明了一切呀 可是他现在就是想后悔 也没有丝毫用处了 你们几个要是什么人 曹哲皱着眉头问 他虽然在家中的地位不低 可是面对着这些外来家族的人 他依旧没有认识的权利啊 哼 在下独孤拜天 在下关羽业 在下张飞德 几个人报完姓名之后 在场众人直接炸开了锅了 皇家和赵家算是牡丹省五大家族比较低调的 可是这其他的三个家族绝对不是啊 他们的这些名号 这些家族里的人可是听过的 此时 三门省的六个大家族组长都面面相去 这个实力已经不是他们能对抗得了的了 最起码 独孤家 官家 以及张家的这三位家族 他们可是知道的呀 你们不是说我们五大家族一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吗 现在我们都来了 你们想怎么样啊 独孤拜天扫了一眼面前众人 脸上多了一抹不屑 要是论起高手 这次来的众人至少比对方紧急凑出来的多了一倍啊 现在还如何能够把他们放在眼里呢 是啊 我们五大家族的人可都是来齐了 今天本来是陪林凡小兄弟来找他老婆的 可你们既然这么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那我们就得画下道道 鄙视鄙视了 关羽翼面色如常 看着屋里的这些三门省六大家族 脸上也多了一抹不屑 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为了一个林凡 似乎用不着这样吧 常奸人皱着眉头问 他到现在都还觉得 林凡绝对是花费了天大的代价 才请得动他们来的 没错 虽然你们的高手来了不少 可是为了一个林凡和我孙女 这似乎有些不值得呀 各位还是三思的好啊 常古之赶紧转移话题 众人这时候才明白 这些人都是什么身份呢 林凡想请动他们 那得花费多少承诺 这次结束之后 林凡的身价也绝对会大幅度缩水的 毕竟请来的高手就是请来的 那和自己结交的可不一样啊 这林凡虽然手笔够大 不过这一次把自己也玩空了 我敢保证 这小子怕是拿光了自己的积蓄 才能请来这些人的 代价绝非我们能想象得到啊 人群中众人的议论声 落在了曹哲众人的耳朵里 这些人也都是老奸俱华的 知道了这一点 那其他的都有得谈呢 曹哲看了众人一眼 各位 这次的事情我们确实有一些过分了 不过这林凡我们是务必要留下的 顿了顿 他又说 林凡给你们开出的价格我们出双倍 希望各位这次能给我们一个面子 以后大家也算是朋友了 这个条件 绝对是给了众位组长一个台阶下 要是换做平常的时候 这个条件绝对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今天却并不一样 独孤拜天直接忽略了这几句话 反倒是对一旁的常家家主问道 你知不知道林凡的身份 常见人一愣 然后皱着眉头 啊 重其量是一个富二代罢了 还能有什么身份呢 但凡有点身份 我们也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呀 独孤拜天撇了撇嘴 这件事他也很想骂林凡 每次都喜欢隐藏身份 玄机想到林凡的一些遭遇 独孤拜天有些了然了 江南八省 西北九省 华都 还有燕京 出名的林凡 可只有一个人呢 众人全都愣了 不少人开始联想了 林凡 似乎确实有这么个人呢 江南八省 哎哟我的天啊 三合药业的老总林凡 这不会是真的吧 这 见众人脸上的表情 独孤拜天心里极为暗爽 之前自己就是被这小子骗了 现在看到众人和自己当时的表情相同 心里别提有多痛快啊 可此时 林凡被气得半死 独孤拜天这个老家伙 绝对是拉着这群人来找平衡的 不对 只是拉着长家人来找平衡 见众人彻底的惊呆了 独孤拜天继续说道 不是我说啊 你们只要能给我们和三合药业一样的公司 今天这事儿我们就带人直接离开 那要是不能呢 就好好给个说法啊 可惜众人的想法已经彻底偏离了 全部把震惊的目光投向林凡 这小子藏得太深了呀 话记得帮主播转发分享一下 你也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 94506279 可以加入主播的听友群 咱们下集再见